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北韩这几个星期来不断升级的战争威胁 终于在18日向美国与南韩开出了谈判条件 包含解除联合国的制裁 对此南韩外交部表示 这些条件令人无法理解 并敦促平壤当局选择参与国际社会而非挑衅 接下来双方在重启对话上还得再度过招 但一般认为 朝鲜的局势已经因为北韩松口而得到缓解 在持续威胁狠话进出之后 北韩18日提出了对话三条件 包括美韩立即停止与废止军事演习 此种挑衅行为并向北韩道歉 撤销联合国制裁决议 以及核战装备撤出朝鲜半岛 北韩声称 如果美国和南韩想要与北韩对话 只有照办这几个条件才是表达善意 南韩外交部星期四表示 这些要求不合逻辑也很荒谬 呼吁平壤做出明智的选择 外界认为北韩此举似乎是 为了安抚其唯一的主要支持者中共 但北韩的条件马上遭到美国与南韩的拒绝 不过南韩总统普景会与美国国务卿凯瑞 先后提出了与北韩谈判的意愿和条件 若有迹象显示北韩尊重其国际义务 谈判指日可待 新唐人记者戴士杰综合报道